今天韩国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导说 受人气女性KPOP偶像的影响 韩国国内穿漏肚脐装的人也越来越多 也引发了争论 据韩媒报导指出 漏肚脐装是最近几年以年轻人为中心 很有人气的时尚服装 两三年前流行长度不需要的漏肚脐装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长度越来越短 现在大胆露出肤脐的款式也越来越多 90年代风格最适合看肚脐的上衣也很受欢迎 Lyping和TWICE等女性KPOP偶像的舞台服装 也多以漏肚脐装为主 这些款式不仅让你的身材看起来更紧致 且还有闲腿长的效果 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 这种打扮在别人面前很丢脸 对到眼睛的时候会感到很困扰 包括KPOP偶像在内 在工作场所和老人面前尽量避免穿漏肚脐装等 要求仔细考虑时间场所情况后 在选择衣服的呼声高涨 有人甚至认为喜爱穿漏肚脐装等 暴露性服装的人 只是因为穿不好这种衣服而故意歪曲 对此韩国网友们也不满的留言表示 喜欢哪种穿衣风格都是自己的选择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以及评论 而此话题也在韩网上 掀起一波热烈的讨论